吃蒜苔的季节又到了 今天分享一个腌蒜苔的做法 脆嫩爽口,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跟随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小把好看的蒜苔 先用剪刀把蒜苔帽剪下来 这个蒜苔帽也不要丢掉了 留着炒鸡蛋吃,非常的美味 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一下 洗好后放在案板上 先切掉根部不要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段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一大勺的白糖 用干净的小手翻拌均匀 这样腌出来的蒜苔脆嫩不烧心 翻拌均匀后 先放在一旁腌制两个小时 下面我们切一点小料 一块去皮的生姜切成片 再切成姜丝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几根小米椒切成圈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趁这个时间我们做一个料汁 锅中倒入花椒八角 开小火慢慢翻炒 把八角和花椒的香味彻底炒出来 这时候火不能太大 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炒 这样才能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倒入一小碗生抽 一小碗陈醋 一把冰糖 再倒入一大碗凉白开 开大火把料汁煮开 并且把冰糖熬至融化 朋友们我每天都用心搅做菜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 请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鼓励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煮开后关火自然放凉 这时候蒜苔已经腌好了 里面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先把蒜苔控干水分捞出来 下面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小罐子 然后把蒜苔全部放进去 切好的姜丝和辣椒圈也加进来 放凉的料汁也倒进去 这一步很关键 加一点老爸爱喝的高度白酒 最后盖上盖子 先放在一旁腌制两个小时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蒜苔爽口又翠绿 早上搭配米粥 晚上搭配下韭菜 真的是太美味了 我们一次性可以多做一些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保存 随吃随取特别的方便 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